案发那天是上个月的10号晚上 刘先生开车到家楼下后 就把车停在小区外的倒边了 就我家楼的倒边 然后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发现我这个车的玻璃被砸了 一看车玻璃被砸碎了 刘先生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 因为头天晚上车里可是放了一笔巨款 头一天我应该是管朋友借了六万块钱 因为第二天用我就没拿上去放车里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看着我这个玻璃砸了 我心想肯定是钱丢了 一起被偷走的还有刘先生的一个手包 里面有一些银行卡和证件 六万块钱的财物就这么被小偷一扫而空 就在刘先生后悔时 他发现小区里还有其他车主也遭遇了同样的事 我当时听那个警察说 我们家附近应该是当天晚上有三四起 跟我一样情况的这个案件 原来从今年三月份到十二月中旬 锦州市内各区相继发生了三十多起砸车玻璃盗窃的案件 而根据案发现场和作案的手法 以及能找到的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来看 应该是同一人所为 也就是说这是一起系列砸车玻璃盗窃的案件 发现了每一起案件的前后都有一个人身穿那个深色衣服 戴黑色帽子 全程步行的一个男子 而且有那种四处徘徊 四处去张望的一个行为现象 民警介绍 这名犯罪嫌疑人虽然尽力躲避着公安部门的监控 可是他没有想到 现在的民用摄像头到处都是 因此警方不难在案发现场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通过多起案件的这个视频上的监控 然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砸这个车玻璃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使用这个弹弓这种钢珠进行这个破坏 有的时候通过钢珠破坏之后 在就地取材砖头啊或者是一些管子啊之类的 对这个车上玻璃进行进一步的破坏 来盗取成立财物 这就是这个车上玻璃的车上玻璃